看看新闻榜 在此次提名晚宴中 1942和太炯分屏抗礼 硝烟弥漫 两部影片分别获得六项和五项提名 并且在年度导演 年度影片和年度男演员三项大奖中 都有正面交锋 值得一提的是 1942主演李雪剑 张国立 以及太久的主演王宝强 徐征 都入围了年度男演员奖项 两虎相争各有胜算 而除了最佳男演员 徐征还拿下年度导演 年度编剧共三项个人提名 新贵导演风头正进 虽然徐征本人并没有到场 但妻子小桃红作为嘉宾出席了晚宴 徐征指导的处女作成为华语片票房冠军 小桃红也是脸上有光 不过对于如此高的票房 桃红本人则显得十分淡定 我觉得一个电影有一个电影的命运 它出现在这个时机 因为各种的因素 所以造成了现在这个结果 当然跟它本身的素质有关 影片素质有关 但是还有很多外力的因素 但是我觉得当然票房对中国来讲 可能现在是一个刺激 因为太久的出现 让很多从来不进电影院的人 走进了电影院 这可能就是它的价值吧 而除了1942和太久 陈凯歌导演的搜索 也获得了年度影片提名 但他本人却错失了年度导演提名 被问到太久12.6亿的超高票房时 陈凯歌表示票房高并不能改变一切 好电影的出现 仍旧需要导演对于电影理想的坚持 这事儿其实得需要时间 我自己个人也觉得 仅以一项指标来确定 一部影片是不是足够好 仅以一项指标来确定 一个导演是否称职 不理想这种情况 应该有导演 能够坚持他们自己所想 所做 但是问题在于 他们坚持不了 为什么坚持不了 条件不允许 所以我自己就觉得 这个是 为什么说需要时间呢 就是 在时间过去的时候 也许这个情况能够得到改善 鱼类新天地 陈杰北京报道